10月7日,马亚书在微博晒出一组混血儿女的近照,照片中的一双儿女在草地上尽情的玩耍,非常温馨有爱,马亚书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花子脸,既可以眼清纯坚毅的苦情女子, 也能化身为成熟美艳,风情万种的时尚女性,无论是样貌,身材,气质和演技,都十分出色,她还是一位很有潜力的演员,她的眼睛很清澈,这就意味着观众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戏。 马亚书,1977年3月24日,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,中国女演员,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戏,1988年马亚书出演首部电影《北京小悠》,1995年出演首部电视剧《传奇人生》,2000年主演古装神话剧《西游记后传》中,白莲花一角而走红。